我们是明天的机票 今天就要出发吗 快点收拾东西 我说今天就今天 好吧 我们买的是飞机票啊 怎么 哎呀 你别管做什么了 我能让你准时到达就行 可这么热的天气 上不上 不上的话没票了 等下周吧 算了省天 只一人吧 又能多拽 爸爸 这里太热了 就快到了 师父 还有多久到了 我们快坚持不住了 我们快要梦住多少人 我无奈 你说爱上两个人来的 坚持 你好 到 别上来 哪里来上来 别管我去 兄弟去哪儿 我送你吧 谢谢谢谢 呃 我去建国路地铁站 妈妈 哦 没事 拼车也可以 我增长给你钱 到了 是这里吧 对对对 是这里 给你钱 不用了 咱们给个好瓶就行 小心 不好 别人有危险 救命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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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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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厉害的 我今天一点都不害怕 还爸爸同学呢 宝宝真棒 太谢谢你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你了 没事兄弟 给个好评就行了 谢谢宝宝 哎呀 讨厌啊 多大的人啊 宝宝要好好刷牙哦 嗯 到底谁才是小孩子 烫吗 还好 凶暖死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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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小屁孩一边 去 帮我拿过来 我要检查 你干什么 我 我们没偷东西 没偷东西 警报器怎么响了 搜身 妈妈 这是我们超市东西吧 你不要污蔑小孩子 是不是污蔑 我们检查之后才知道 干什么 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孩子 偷点东西再重长不过了 三岁看老 估计长大了 也就是个偷金猫 怎么带来的 你胡说 不好 要有危险 升天 哎 怎么回事啊 听说呀 是那个小孩偷东西 小小年纪 忍不得 谁说不是 爸爸 我是坏小孩吗 坏小孩会在妈妈睡觉的时候 放清声音们 会偷偷地送同学小龙石 会不济闲闲地 帮助邻居哥哥吗 爸爸 不要因为不相干的人 否定了自己的善良 你很棒 我没有偷东西 香脸是爷爷送的 我不是坏小孩 我不是坏小孩 爸爸当然相信 词词 词词骂骇人 欺善凝弱 陷害好人 当下地狱 你喜欢他吗 不 你经常看他吗 不 你觉得他漂亮吗 不 你对他心动吗 不 你经常收他看吗 不 你老婆在你旁边吗 No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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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怀里抱的是什么 爸爸 这是发财树 能找出小浅浅的 明明就是一棵普通的树 你被骗了 才没有 爸爸 该吃饭了 我要先给小叔叔浇水 让他早点结果 爸爸 你最喜欢的动画片开播了 快来 我再给小叔浇水 爸爸 妈妈 爸爸 发财树是真的 你转不去玩了 我就说爸爸最疼我了 肯定会往树上放钱的 绝 气死我了 再也不要离省天了 除非他道歉 一群小孩干什么呢 你们家长呢 快跑 今天太倒霉了 去买个奶茶开心一下 一杯抹茶奶绿 谢谢 抱歉 抹茶奶绿卖完了 要不你考虑一下其他的 不了 谢谢 今天好倒霉 果然倒霉 还好吗 我很好 谢谢 谢谢你啊 你不是想喝抹茶奶绿吗 给你 这怎么好意思 小姐姐再见了 今天也不算太糟糕嘛 神天还不理我 算了 我自己去看电影 好大事 无论此 你会高美成 是吃我棒米花 是你啊 对不起啊 我记错了 我在小雨 我解招牧 你 小雨 沈天 我今天现在是你朋友 叫招牧 青帮提兵的寻命 可能有几时走的话 好可惜啊 我还想介绍你的名字 小语 我们也算是共白头了 要幸福啊 招生勿死 犹犹语意 以自修饰 可 你竟然走到了这里 一定赚了不少钱吧 千万不要再往前走了 别忘记还有我站在 这里 我要结婚了 你来当伴娘吧 好啊 到时候一定要把捧花扔给我啊 当然了 你和沈田什么时候结婚啊 不着急 你还想不想让我当你伴娘了 我们去试婚纱和伴娘服吧 我穿这个新郎服 真的可以吗 挺帅的 哎呀还是算了吧 我换一套 穿我衣服还挑三拣四的 试试这个 我穿这个怎么样 像迪士尼在头公主 你要不要也试试婚纱 那我就不客气了 好看吗 好看 沈田 你怎么哭了 沈天 已经中午了 来接你吃饭 走冬天的感伤 微风吹来 快点 快点吧 嗯 我爱你 很爱很爱你 五秒到了 该去奈何桥吧 你没事吧 已经五年了 是不是 又想起他了 论开学是家长的表现心 你怎么开的 我早就告诉你了 对传还不能用 你偏不听 非要给子涵称面子 怎么能怪我 你这么能吃 以后肯定被人家给你拿来买鞋 不可以随便欺负小朋友 知道吗 要不管 大姐姐是不会喜欢小胖子 你救我 姐姐 姐姐你来找我吗 我在等我男朋友 我在等我男朋友 电视上说了 要勇敢追自己喜欢的人 那姐姐 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 你是否 小语 小语 你好可爱啊 谢谢 为什么要和我的情敌说谢谢 我们今天就留了什么吧 她说你喜欢 去找到一个地方 她说没关系 我可以 你需要 大哥哥 我会喜欢小语姐姐 我也想做小语姐姐的男朋友 我们作为情敌 决斗吧 我爱她 站在地球里 一不让她 你受了伤 我爸妈就要算我没有保护好 她 笨蛋 妈我干嘛 不知道 那你说说不亲吗 这样 我以后怎么嫁人呀 嫁给我 就死人了 把同学打成这个样子 赶紧跟人家道歉 我不 我没错 谁爱道歉谁道歉去 哼 你还有理了 我就是没错 不道歉我没错 赶紧道歉 我们还要回家打条信 对不起对不起 老师 我们已经道歉了 不好意思啊同学 我们先走了 爸爸 救过我 为什么和别人打架吗 你打架总有自己的理由 你想说的时候 就会告诉我了 他们欺负我 说我是爸爸生的 没有妈妈 爸爸告诉过你 你有妈妈 你是高级人类 真的吗 老师说我画的不好 别人的画都在课上点评过 就没有点评我的 那是因为老师不好意思点评你 因为他画的没你好 怎么敢点评你呢 你是最有天赋的 但是有天赋 就会遭人嫉妒 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下 是你不评价我们家孩子的话吗 是这样 孩子完全不按照要求去画 你看看这画的是什么东西 不按要求画怎么了 画画就是要充分发挥孩子的想象力 这样实际上才会有立体派 野兽派 抽象派 表现派 后印象画派 亏你还是个美术老师 关于画画最基本的道理 还用我教你 叫你这么教 孩子的想象力都被限制住 那这样的孩子又有什么未来可言 我 我 你 道歉就不用 下不为例